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个岛屿却很少有人因为核辐射而患癌 原因就是这里的居民经常食用各种菌类 张文鹏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研究药用真菌28年 上世纪80年代末到俄罗斯讲学 偶然发现那里的一些古老村庄 有一个传承上百年的习俗 用一种菌物泡茶防癌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俄罗斯 当地人不约而同地使用菌类抗癌 这引起了张文鹏的极大兴趣 回国后 他翻遍古代医书 惊喜地发现 这种菌物药竟写在中国的 古代医书《太平盛会方》上 那么 这些蘑菇里的中药 又是怎样用于防治肿瘤的呢 今天的中华医药将邀请 中国中医科学院张文鹏研究员 教您巧用真菌保健康 一科平安心 百年一安宁 本栏目由一安宁晚 独家冠名播出 说到蘑菇 您会想到什么呢 营养 美味 我想一定很少有人想到治病吧 其实我们平常吃的很多菌类 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被称为蘑菇里的中药 早在2700多年前 古人就开始用它治病了 那小小的蘑菇 它能治什么样的病呢 2009年 家住济南的李冰女士一家 搬进了刚刚装修好的新家 没多久 她灾难般的生活就开始了 那时候也没有对这个甲权 有足够的认识 也没有说 也没有机会 充分地去量 或者是通风啊 采取措施减少甲权毁发 所以我们那个楼上搬过新家之后 连续的几乎每个单元 不是几乎 就是每个单元都有去世的 都是中年妇女 都是因为呼吸系统那些问题 而去世的 我们那个单元里头也有一个 三个月后 李冰就感觉自己开始呼吸困难 那种感觉就是走路很困难 走路啊 就是平地都走不到 走不了50米 传播起来 我家是住一层吧 但是一层因为有地下室嘛 所以也有七八个台阶 那个上那个台阶都很困难 我真的是心情很坏很坏的 就是只想憋过去的时候 在屋里啊 从这屋到那屋去 都很困难 什么家屋都不能做 什么家屋都不能做 就是喘不过气来得吸氧 胸口憋闷 呼吸困难 是当时李冰最典型的症状 2016年那个10月份的时候吧 我突然感到这个憋气 因为头晕吧 我就大夫让我住进医院 住进医院以后呢 然后做CT全面检查 检查的时候 做CT发现一个肺上有节节 当时这个肺部节节 还不到五毫米 并没有引起李冰的重视 可他没想到 仅仅两个月之后 病情迅速恶化了 结果这一查可不得了了 不光是那一个小节节 又长了两个大的 一个0.7 一个0.8 而且呢 大夫告诉我 还只能是观察 没办法 两个月间 节节不但数量增多 而且个头不小 医学研究表明 当节节直径为一厘米时 恶性概率为33% 而李冰新生的两个肺部节节 大小已经十分接近一厘米 对于癌症的恐慌 开始笼罩在这个家庭上空 张教授 刚才片子里面提到的 这位李阿姨 是您的患者吗 是的 那她的那个肺部小节节 是什么疾病呢 这位李女士 是我的病人 她当时是患了肺部节节 专程来找我治疗 我们谈到肺部节节 现在好多人 好像还不是太清楚 实际上我们说的肺部节节 它是指的在一个 X线的影像学上 一个沮躁性的 一个孤立的 密度增高的 这样一个阴影 这样一个密度增高的阴影 当它小于三公分的时候 我们还不能明确地把它诊断为 某一种西医的疾病的时候 把它称为肺部节节 那么大于三公分的时候 就不叫节节了 就叫肺部的肿块了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肺部的这个节节 形成的原因有好多 比如说有炎症 慢性的炎症 吸烟 空气的污载 肿瘤 也就是说随着节节地长大 恶性的概率会越来越明显 实际上这个节节呢 往往就是一个早期肺癌的 一个先兆的表现 这个李女士找我治疗的时候 一个她有肺部的节节 双肺的隔点都有节节 已经在八毫米左右了 那像您刚才讲的这个病例的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下会怎么来治疗呢 是这样 西医大夫啊 在对于这个节节 恶性迹象明显的话 而且节节比较大的话 一般的是采用手术治疗 把它切下来 那么对于节节比较小 这个特别是小于一公分 或者说小于八毫米的 这种节节啊 这个西医大夫啊 对于这个 在一个CT片上 有炎症迹象的话 可能先用抗生素 做抗炎治疗 观察一下 有没有改变 如果没有改变 那就是长期观察 那么大部分的肺部节节病人 在比较小的时候 恶性迹象 还不是太明显的时候 实际上呢 西医大夫就是一个等待观察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中医呢 在这个阶段 是个中医要切入 最好的介入时段 治疗 采取中医干预 治疗测试的 一个极好的时机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节节有可能就是 一个肺癌的现状 我们及时地控制 这个节节的生长 消除节节 就有可能降低 肺癌的发病率 就是说面对有节节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被动的 所以刚才片子当中的 这个李阿姨也是这样 当初的时候可想而知 她一定是非常着急了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一检查 一检查呼吸 CT 哎哟 意外收获 就我吃着八个月的中月 中月 那个 我的那个 这个磨坡力量没有了 特别是 那个0.7 0.8的 那两个肺节节也不见了 只有一点点 很小的 不足以报尺寸的 小节节 再说这就基本没问题了 她说这个 还有那个 我的甲状腺节节 我本来的甲状腺节节 是四节 这在医学上 就认为级别太高 这个级别就是 也是恶性倾向比较大 然后我一查 也小了 正常了 就是不是这 就是三节 就不要紧了 还有鲁腺节节 也是这样 所以说呢 就给我一个 很大很大的鼓舞 郑主任 我们看到啊 几个月之后 李女士肺部的这个节节 几乎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 李女士的治疗 我按照中医辩论 采用了情热解读 软间散结活血 同时呢 配合 益气健脾补肾的 这样一个治疗方法 也是应用了三谎 应用了三谎 因为这个 我是比较喜欢用三谎 来治疗胸腹腔的肿瘤 是治疗的一味主药材吗 是药用真菌里边的 一个主要的这个药材 同时呢 还和灵芝做了搭配 我们通过短片也了解到 这菌类长在树上 就好像本身 它就像是一个肿瘤 没想到它对肿瘤 还有克制作用 是这样 我们说 万物 可能是生克有序的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这一个我们说的这个三谎 它长在树上 实际上就像树上 长了一个瘤子 对 对于树来说 实际上它就是长了一个瘤子 但是呢 这个树上这个瘤子呢 又用来可以治疗 人类的肿瘤一类疾病 三谎里边 这个研究表明 它含有的三谎多糖 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的作用 这个在最近几十年的 研究工作当中 已经得到证实 我们说用树上的瘤子 来治疗人类的肿瘤 这也有可能是中医 这种取类笔相的 有一个体现 或者说是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是这样 取类笔相 是中国古人 对事物认知的一种方式 在中医学中应用广泛 如蝉褪 就是脂料的褪皮 它可以治皮肤病 蝉会叫 所以能治湿阴 又如蚯蚓 中药名地龙 与人的血管很像 特别是与静脉曲张相像 所以地龙 是静脉曲张的良药 张文鹏从一以三十余年 对于蘑菇抗癌的探索 鼓舞着他 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这次他来到长白山 是因为听说 这里生长的一种菌类 就是当年让日本的难民们 免于癌症的秘密所在 桑耳叫做桑黄 还有一个名叫桑辰 桑耳是寄生在桑树上的寄生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桑树浑身上下都是宝 桑叶和桑白皮可以治疗肺热咳嗽 桑枝能缓解风湿疼痛 桑肾滋补肝肾 现代研究认为 其所含的花青素和白梨卤唇 含有防癌抗癌的作用 终于找到了 这个长在高处的黄色疙瘩 就是桑黄 它常常生长在树的阴面 闭光洗尸 这个桑黄 我们说它长在桑树上的 它叫火木层孔菌 桑黄这个名 是从公年七十级开始用的 可以治疗妇女的正甲机具 古人所说正甲 指的就是腹腔内 又包括种物的疾病 如今野生桑黄 越来越少见 已接近绝技 能在深山之中 找到一颗实属难得 顶盖它是一个黑褐色的 这个边缘下边是黄色 这个黄颜色还是挺明显的 你看我的手套是白的 咱们把它比较一下 我的手套是白颜色的 是挺明显的 这个黄色还是挺明显的 对吧 是 三黄三黄 咱们把它放起来吧 在生物界当中 我们过去认为只有两类 一类是植物 还有一类是动物 那么从八十年代开始 大家认识到 过去我们把它归类为植物界的 有一类生物 那就是真菌这一类 这一类它和植物不一样 因为植物它有光合作用 会产生叶绿素 而真菌这类它没有光合作用 它也不产生叶绿素 它是寄生在别的生物体上 通过寄生在别的生物体上 有的是通过寄生 腐蚀别的生物体 吸收营养来生存 这样呢 这类真菌这一类 从八十年代 就大家逐渐地把它分出来了 把它成为真菌 这个真菌这一类的生物 现在看呢 有四万多种 有大约十二万个品种 咱们国家这个真菌的 这一类的生物 是非常的丰富 在苏联的一部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 《癌病房》中 有这样一段描写 有一俄罗斯村庄 多年来熬一种气味和色泽 类似咖啡的化喝孔菌茶 结果村庄里 无一人得肠胃病及癌症 这个特殊的细节 一直萦绕在张文鹏的心里 巧的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作为中医学者的张文鹏 受邀到莫斯科进行讲学 当地的俄罗斯朋友 邀请他品尝一种 特殊的菌类茶 并告诉他 这种菌类能抵御癌症 菌类为什么能防癌 回国之后 他查阅了大量古代医书 发现在宋代官方修订的医书 《太平盛会方》中 记载着许多关于 菌类治疗疾病的方子 其中一个是治疗心痛方 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心脚痛 方中用木香行器 三黄活血 如果我们看一下古代文献的话 我曾经给大家提到 宋朝的《太平盛会方》 用三黄治疗疾病 大多也是用副方来做治疗 除了治疗心痛病外 还有用菌物药 治疗长风下血的方子 所谓的长风下血 指的是现代的痔疮 或肠道恶径肿瘤 引起的便血 而他始终无法忘怀的 还是俄国朋友 给他泡茶用的药用菌 化合孔菌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提到 俄国朋友给您泡了一杯茶 不知道这泡的是什么茶 90年代初 那个时候我在莫斯科讲学的时候 周末俄罗斯朋友经常 请我去他们的郊区别墅 去读假 有一次跟俄罗斯朋友 在他郊区别墅读周末的时候 我跟他一起走在一个白花林里边 俄罗斯朋友突然指着一棵树上 这个较高的位置有一个树疙瘩 他告诉我 这是我们这边的草药 是我们俄罗斯的草药 他告诉我一个俄文名 他说它叫恰嘎 他说这个可以煮水喝 煮茶喝 喝了以后能治疗消化道的疾病 还能治疗肿瘤 这个说着呢 他就拔出身上的刀子来 爬到那棵树上 就把树上这个树疙瘩就搁下来一块 今天呢 我们这个桌子 摆的就是一个样品 这就是是吗 对 我以为是一块木头 这是 但实际上是 就是在白花树上 长了一个军类 它是一个军类 是一个军类 它叫俄文名叫恰嘎 俄语里边的名叫恰嘎 它的中文学名叫华克孔军 华克孔军 华克孔军 在咱们国家东北地区 也把它称为华树龙 白花龙 这个当时俄罗斯朋友 就从这个树疙瘩割下一块 带到他的那个别墅木头房子里边 就烧水 煮开了以后就用它冲茶 我尝了一下 这个喝着有一个苦咖啡的味道 我的印象比较深 这个华克孔军 也就是俄文叫恰嘎的 它的一些资料 查阅了一些俄文资料以后 我才知道 在俄罗斯文献当中 记载了大约在公元11世纪 当时有一个俄罗斯大公 这个大公得了唇癌 他就喝了用这个华克孔军 煮的水 以后这个唇癌治愈了 这是在俄罗斯文献当中的最早记载 那中药其实有很多种 我感觉你好像对军类特别感兴趣 这是为什么呢 我最早接触到军类的时候 还是在70年代 那时候我还小 跟我父母学习中医 跟他们抄方子 我父母亲都是40年代抗战时期 西医大学毕业的医生 50年代又是咱们国家 第一批西学中的 中西结合专家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 那个时候每天晚上 父母到家以后 都要从家里边的那个书架上 拿出各种各样的书来查阅 有一天呢 我的母亲就从那个摆着中医书的 那个书架上 拿下了一本太平圣飞方 还拿下了一本圣基总录 我母亲就告诉我 说在宋代的 这些古代文件当中 就记载了一位中药 叫桑花 当时古人就用桑花 治疗妇科的一些肿瘤 我印象特别深 圣基总录里边 我母亲就当时打开了 好像是第七十一卷吧 有一个极具门 中医说的极具就是 胸腹腔的恶性肿瘤 里边有一个 中程药的一个配方 叫补义桑花丸 我母亲说你看 古人就是用这个补义桑花丸 就治疗妇科的肿瘤 这里起病 桑黄寄生在树木上的一种真菌 通过不断地吸收树的营养 来使自己得以生长 在中医看来 它正是树的肿瘤 也许正是因为它的这个特点 在古代它常常被用来治疗肿瘤 中医认为 阳化器阴成形 肿瘤的形成便与阴阳失调有关 桑黄姓寒 是因为生在树干的阴面 尽收阴湿之气 在中医看来 治疗肿瘤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 就是扶症驱邪 而军类药物的配物也不外如此 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侯秀杰 很早就有胃疼的毛病 他一直以为这只是简单的胃病 但怎么也没想到 这居然是一场大病的前兆 在死了多年前 我就有这个胃病 就不得劲 但是我就没拿它当回事 又吃点小药 不疼了不痒了就拉倒了 等到16年7月15号 那时候就是反酸水 吐的也不行了都 吐的都飘的油的也得酸的 我说瘦吧 还明显尽瘦 晚上我就去 家里人也逼得我 去吧 做个胃劲 一查就查出来这个胃癌了 自己才50岁 人生还有很多计划未完成 却被这场意外的大病 彻底打乱了 我有一个儿子没结婚 我可喜欢孩子了 我想见到我 有一天要见到我的孙子 真的 特别特别喜欢我的 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一手一手 一点点拉撒大的 完了我学过越少 我有越少证 本想我才有一年我就退休 我去干 哪怕是干着五年 五年我干着半年 越少的 我得挣点钱 给我儿子结了婚 成家了 我要有孙子 把我多好 为了家人 侯秀杰决心 一定要活下去 第二天去住院 完事的那个 就说的 又记忆做一记忆不检查 说的 守不了术 所以就做化疗先 我就做了四个化疗 做完四个化疗以后 那个就可以守术了 说的 大夫还挺高兴 说的可以守术了 然而 肿瘤切除手术以后 是不是就能正常的生活呢 侯秀杰 非常迷茫 在这期间呢 我就给我自己做动证 我就说 说守完术以后 我是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精神能查 我就胆怯了 害怕 就不敢做这手术了 我就心想 说完手术 我也不能走 我也不能掉 我是一个又爱说 我又爱笑 爱唱 爱跳的一个人 说完手术了 我啥也动腾不了 啥也干不了了 我说我得多难受啊 另外一个 我在这中间 上面都是我哥哥姐姐 他们伺候我 到我的心情 肯定是很难受 在张文鹏的指导下 除了使用中药条理 侯秀杰开始系统地使用菌类 进行食疗 她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个保温壶 里面装了 里面装了三黄 赤灵芝 茯灵 树蛇 黄云芝 五种菌类泡的水 吃了药里头有一个五种卷 五种卷是单独的一个小药包 这个小药包吧 一代我说的 跟中药在一起熬 熬完了以后 单独地拿出来 在熬水喝这个水 你这一天就喝这个水 就是就喝这个水 我这个就做得可正确了 我春天就滴了 这湖真的哪儿都去 我冬天我去滑雪 我夏天我就去游泳泡温泉 我去山里嘎 我都带着我这个小保温杯 滴了 五个月 一百五十副中药 再加上 每天五种菌类浸泡的水 终于换来了 让她欣慰的结果 她不要我难受 她舒舒服服地搁里待着 我不就赞成她了吗 而且她在缩小 知道吧 她在缩小 一点点都在缩小 我每回去检查都在缩小 我六月份做的CT 现在变成A1了 我不知道我最大的是多少 她说我是A4 已经是很厉害的 这场疾病不仅让侯秀杰认识了这些蘑菇里的中药 还让她认识到和疾病做斗争 医生的诊断 家人的支持 以及自己的积极心态是何等重要 所以说我说 有病不怕 真的不怕 谁得病得别害怕 你只要你有乐观的心态 去对待你自己 爱护你自己 完事了你听话 你得听医生的话 去把你按医生的要求说的 你去做到 你指定你的病就能好 实际上呢 真菌是一类丰富的自然资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一类真菌 它是属于食用真菌 比如说我们到菜市场去买菜 我们看到的这些蘑菇 都是属于食用真菌 还有一类真菌 它有药理作用 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我们把它称为药用真菌 那么还有一些真菌 它既可以用来治病 还可以用来食用 我们把它称为药食两用的真菌 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当中 中医最早的经典的 中药经典著作 神农梅草经当中 在两千多年前 就已经记载了 像竹岭 符岭 姜蚕 灵质等等的药用真菌 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比如说在神农梅草经当中 记载了姜蚕 可以用来治疗阴阳 这个阴阳 古人说的阴阳 实际上就是一个 和肿瘤相关的疾病 再比如说 在神农梅草经当中 记载了竹岭这位药用真菌 可以用来瘤水道 古人说的瘤水道 就是说有瘤水渗吃的作用 实际上用来治疗 肿瘤病的胸腹水 就有非常好的疗效 那么到了张中景 这个上汉论 已经把茯苓和甘草搭配 叫茯苓甘草汤 另外还有五菱散 猪苓 茯苓等等 和其他药物搭配 用来治疗 肿瘤的胸汤水 那么这种治疗方法 我们实际上 一直沿用至极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印象非常深 这个病人呢 先是个老年人 74位老年人 先是患了肺癌 这个患了肺癌 做了手术以后 又出现了肝转移 然后呢 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切除了肝脏的转移流以后 结果就出现了高烧 在医院里边 术后是连续一个月的高烧 持续不退 当时病人的情况 已经很差了 这个精致的西医大夫 也感觉这个病很难治了 就和家属说 需要做一些后事准备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病人的家属 带着病人来找我 给他医治 我当时就用了 以桑黄为主的 一个菌类配方 再配合一个根据中医辩证 一个大的中药复方 来给他做的治疗 病人服药 大约一周以后 体温开始慢慢减退了 并且开始慢慢能吃饭了 结果一个月以后呢 体温完全恢复得正常 病人的食欲得到了改善 也慢慢有力气了 可以下地行走了 那么这个病人 他就继续服药治疗 大约经过了 这个半年时间的治疗 病人的情况 恢复得非常好 这个肝脏进一步的检查 没有发现其他的异常 而且呢 基本上恢复了 正常人的生活 菌类是大自然 赐予人类的一种神奇物种 它们既是美食 又是调理我们身体的 一味良药 老张生长在东北长白山脚下 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采菇人 四十多年的采菇经验 让他对这些山中精灵的生存习性 了如指掌 老张告诉我们 置身野外 碰到这种颜色鲜艳的蘑菇 一定要敬而远之 我们没吃过 总因为它是毒蘑菇 但你看这块呢 它叫虫子吃了 它不要虫子 也可能它不是毒蘑菇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没有吃过 这一个就是变色蘑菇 不是黄色的 原来这个山 没有手印的地方 就是黄色的 变色膜又称剑手青 一经触碰 瞬间就会变成青蓝色 老张告诉我们 这种菇必须熟透才能使用 而这棵倒挂在树上的毛球 十分讨人喜欢 这就是猴头菇 当地人叫它猴屁股菇 中医认为 它有健脾和胃的功效 七八月份 是长白山的雨季 多风多雨 温润宜人 湿气凝结在海拔 一千多米的空气中 各种菇类争先恐后地长了出来 我呀 看到 仔细看 这金黄色并非树皮 而是长在上面的蘑菇 鱼黄膜 这玩意熬汤 熬饺饺 老鲜了 这是咱们沟里的一大特产 在大山中 还有一种与鱼黄膜名字类似 但长相截然不同的蘑菇 鱼膜 鱼膜 它是一种要有价值的 比较高的一种蘑菇 在过去的时候 这地方缺医少药 一旦发现 儿童小孩有拉肚现象 用开水 煮沸 熬一顿 之后下来黄色的 然后再给小孩服用 一次见效 不用多吃 这种菌类叫马脖 不但能吃 还有着外用止血的作用 如遇外伤 撕去马脖的外皮 用菌肉 按压伤口 就能迅速止血 联合国曾提出 最合理的膳食结构是 一荤一素 一菌菇 在中国民间 蘑菇被誉为抗癌第一菜 小鸡炖蘑菇用的野生针膜 就有驱风活络 强筋撞骨的功效 而香菇素有山珍之王之称 野生香菇的提取物 在西医肿瘤治疗中 应用得非常广泛 香菇的有效成分 香菇多糖 研究证明 对提高免疫功能 也有一定的疗效 香菇与辣椒爆炒 轻食开胃 是难得的美味 俗话说 要想身体好 菌汤是个饱 新鲜采摘的鱼黄膜 用来煲汤 有降低血压 降低胆固醇之效 化鹤孔菌 这个俄罗斯乡村 防癌用的药用菌 最适合泡茶 将它切成糖块大小 用盐水浸泡片刻 再洗净煮水 喝到嘴里 是一股苦咖啡的味道 肺部 那两个0.8厘米的小节节 曾经让李冰 恐惧得难以入睡 而如今 他已经平静了很多 而这壶 由桑黄 赤灵汁 茯灵 树舌等菌药熬成的水 成为全家的最爱 李冰的老伴 也有了意外惊喜 用那个菌汤水 我也顺便喝 一家人都在喝 那我喝的结果呢 因为我也没去到医院 专门去查铁 每年一度的干部查铁 我们去查完以后 原来始终就是报 这个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肥大 甲状腺也有结节 都报有尺寸 我现在一时想不清的尺寸 后来第二年在检查的时候 就是喝完这个药以后的 第二次检查的时候 这个各个尺寸都变小了 意外的时候 李冰和家人用来熬水的军物药 有一些并不常见 但其中一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它就是茯苓 张文鹏始终记的 三十多年前 他的老师 中国科学院陈可济院士 曾提到 清代宫廷里用茯苓非常多 凡是延年益寿的滋补方计当中 几乎都有茯苓的影子 而茯苓也是一种真菌 肿瘤的病人都有身体虚弱 脾胃虚弱的状况 处方当中配偶茯苓 我们取它健脾和胃 这种作用来扶症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医典籍中 就有关于使用各种蘑菇里的中药 治疗疾病的记载 而今天 张文鹏在长白山的两天追寻中 也仅仅找到一颗 做树上的野生桑黄 野生药用菌几乎濒临绝迹 张主任 我们知道在两千多年之前 中国人就开始使用桑黄了 但是清代以后 关于桑黄的记载就很少 直到八十年代 日本人开始研究桑黄 那我们特别想问的是 在日本桑黄的知名度很高吗 确实在日本 桑黄的知名度比较高 1968年 有一位日本学者 他做了一个研究工作 就用野生桑黄的提取物 这个观察到 对消暑肉瘤180 这一个恶性肿瘤的菌株 有良好的意识作用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以后 这个日韩这两个国家 实际上都开始重视桑黄的研究 那个时候 日本和韩国都开始大量地到中国 来搜购野生的桑黄 实际上咱们现在 野生桑黄资源都很少了 那么从现代研究来看 桑黄都有哪些作用呢 最近这几十年的药理研究表明 桑黄的作用还是挺多的 首先我们说的抗肿瘤 研究表明 桑黄的有效成分 包括桑黄多糖 可具有抑制肿瘤 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 那么除此以外 研究还表明 桑黄还可以降低肿瘤的 这个转移的概率 另外呢 桑黄还可以减轻 肿瘤患者放化疗的不良反应 实际上呢 我觉得 令我非常感兴趣的 在太平盛会方当中 咱们古代的医学家 用桑黄治疗心脏疼痛 实际上我在治疗 肿瘤病人 同时又合并 冠心病的情况下 往往 在用肿瘤病人 给他用桑黄 一直肿瘤的同时 实际上呢 他也改善了患者的心肌 缺血的状态 我们知道现在患 这个关心病的人特别多 所以您一提到 伤桑黄的这功效 我想可能大家都非常想知道 这个桑黄我们怎么来服用 是平常泡水喝吗 可以泡水喝 比如说 我们如果是泡水喝的话 我们一次可以用三到五克 用这个量 把它切成小碎片 因为切成小碎片以后 它的有效成分 能容易溶解出来 这样呢 我们可以用它泡水喝 那这个桑黄 我们是不是平常 可以从药店所得 现在好像在咱们国内的 一些大的药店 都有所出售 如果确实需要 用桑黄治疗的话 还是需要到医院去 最好呢 有医学专家 根据病人的病情 用桑黄和其他的药味搭配 那张主任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了解到了 这个菌类的很多的功效 特别是重点关注了 这个桑黄 还有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说到的化特孔菌茶 我先尝一尝 好的 你尝一下 有一点淡淡的 这个咖啡的味道 对 这杯茶 就是用化合孔菌浸泡的 它本身对消化系统的功能 就有一个调节作用 应该说这个作用 还是比较好的 40年前的危急关头 一名年轻医生 开出动物药化险为夷 我说那么好 我就给它开了一张处方 就咱们以全歇 组合的这么一张处方 时至今日 全歇 水质 白花蛇 依然是它手中 攻克血栓的尖兵 这种独特的生物活性 药性很猛 而力宏专一 七步法 一套操 教您如何保护 心脑血管健康 中华医药 血栓狙击队 近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